如此狗血炸裂的台府 真真是震碎三观 扎兽刚从三三床上下来 立马回家钻男朋友被窝 关键他们都知道对方的存在 却能大不接受 原来海青和颜飞 时隔一年再次相遇 就如此时一样 互相吸引 难舍难分 他们背着男朋友 私下偷偷约会 虽然海青偶尔也会内疚矛盾 觉得对不起整军 但他更被颜飞吸引 无法自拔 他分不清自己更爱谁 应该说他两个都爱 舍不得放下任何一个 然而 谎言很容易被拆穿 海青的借口 很快吃破 不是那个意思啊 西藏最近这么忙 你还有时间来代班 对啊 我们现在整休停课一周 所以我才有空来代班啊 我有好一阵子 没有在西藏看到他 你帮我大家说 我叫他小心一点 如果吹课太多 老师是会联手淡人 好 可以告诉他 我今天遇到你学姐 快点回来吧 我很想你 想你 可品君太爱海青 他宁愿相信 这只是海青一时的新鲜 只要不同过 总有一天 海青会回到他身边 果然海青回来了 他什么都不想计较 只要这个人在怀里就好 他宁愿装傻 笨笨地告诉海青 他不在乎 他要的 只是精神的忠诚 没有人能比你 包画得更好 我很喜欢 你要下班了吗 还有一天下 我有事要跟你说 等我下班说吧 不行 今天下班有个例会 是用人包成家 那我等你开玩会 不行啊 你在这边等我 我会有压力 我以前还不常在这里等你 为什么以前可以 现在不行 在这里就是不行 等我回家再说 太晚了你就先睡啊 明天再说啊 你回去自己先叫瓦斯啊 你的明天已经搞几天 你不让我说出来 也不敢跟我想说的话 可海青却想挑明 他步步紧逼 平均却只能被动逃避 然而这一切忍让 却换来海青的变本加厉 居然当着平均的面 和别人亲热 这是打算3P的节奏 我会在那里也没做到资讨厌 我会在那里没做到资讨厌 最后是在杀装 最后是这样的 很多东西 还没准备 都贵方